欢迎您回到访谈现场 我们继续跟张老师讨论的是 在英国曼车斯特体育馆发生的 这些演唱会恐怖攻击事件 那么现在根据英国警方 最新公布的炸弹碎片照片当中 发现碎片里面包含了 不只是炸药 还包括了铁钉 引爆器这些跟电池 这些反弹工具其实凸显出 现在恐攻好像形态越来越多变了 从以往可能放了一些碎玻璃 到现在甚至放了铁钉 这杀伤力相当的致命 所以这一次真的到目前为止 至少造成了22个人死亡 这样的手法是过去常见的吗 还是说一直有在演变当中 这个用这个钉子炸弹来造成恐怖攻击 那这个造势不常见 那过去两三年时候 在美国的波士顿 这个马拉松运动赛的终点线的时候 那那个爆炸案就是 用这个压力过里面包装了 这些钉子碎片去炸伤 这个围观的一个观众 那这一次也是利用这个锁法 而且这次锁法里面更凶残的一点是 这个贩子 贩前故意把钉子的钉子头把它剪掉 也就是说 那用意是什么 它的用意就是让这个钉子能够增强它的穿透力 那吃进身体之后 有钉子头的话可能会卡住 不容易取出 对而且不容易取出 那增加它的一个致命性 所以这个是它这一次的重点 那一般的话恐怖攻击行动里面 我们说它常用的一些工具来看 钉子炸弹是一种 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它有时候会用手榴弹 那用AK-47自动步枪是最常见的 那其他的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 在他们裤子里面 还是说在身体上面用一些 简单的土字炸弹这个方式 那所以说它的一些工具的话 就是千百样轴 那这个情形的话是 我们在观察恐怖攻击行动 它的动能发展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恐怖分子它的学习力是很强的 今天这个钉子炸弹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我个人预判 未来在恐怖攻击行动里面 这一类型的钉子炸弹的使用 它的频率会增加 这很有可能就是引发一个模仿的效益 当然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事件背景 因为英国官方现在没有办法排除阿贝迪 跟着恐怖组织之间的关联性 所以背后有没有组织犯罪 这个还要再进一步再调查 但现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的身份 它虽然是在曼特斯特出身 是英国籍 但是它是利比亚裔的 这个难民第二代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在这边就学 然后又是本地的英国人 但是因为过去的身份背景 这有可能会引发所谓 种族之间的冲突 甚至是跟这一次犯罪 有所有的关联性吗 是 那阿贝迪这个犯行它的背景 他是利比亚裔的第二代的英国人 也就是说他1994年他在曼特斯特出生 在曼特斯特出生 土生土长 那也去年也登记要去上大学 后来辍学了 那所以说他是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那他也在他的儿童时候 也跟他的左右邻居一起上小学 在公园里面玩 所以他的同侪在 知道他做了这个案子的时候 都非常感到惊讶 因为他的同侪都说 他是一个善良的 非常虔诚的教徒 那是一个足球高手 那也是这个曼超的一个支持者 所以种种在同学的心中里面 他是一个好学生 是一个好朋友 但是他去那个清真室的那个伊玛木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点出了一点 那这一点的话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那这一点说明了 他很可能就是在清真室里面被激进化 这伊玛木说 他在讲经说道的时候 就提醒教友说 这个伊斯兰国 他对英国的安全 对国际安全是具有威胁性的 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发现阿伯 阿伯利这个人就怒目相视 就是目露这个仇恨的眼光 对着这个伊玛木 所以当时他这个伊玛木 他就吓了一跳说 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 出现了仇恨 对 那就开始有一种注视到他 那其实他这个行为 他跟盖达组织 跟伊斯兰国的联系是非常深厚的 那这一点的话英国情势单位 他是有掌握到的 那而且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后 2011年他的父亲跟他的这个儿子女儿太太 已经搬回利比亚去居住了 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他的父亲跟他的一个弟弟就被逮捕 逮捕之后接受询问的时候 他的弟弟就说其实他们都知道 他的哥哥阿贝里准备要 这个执行某项攻击行动 这件事情他们是知道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了 情治单位已经知道说 他是个危险人物 第二个他是跟盖达组织 跟伊斯兰国有联系的 那为什么没有在事实的逮捕他 去阻止这个恐怖攻击行动的法则 那这个是我们后续要去了解的一个事实 这很可能也会成为 接下来英国国会要追究的一个项目事宜 那我个人是比较担心说 这个会不会是在去年12月19号 在柏林发生耶诞市场恐怖攻击事件 那个范贤的翻版 那个范贤这个阿米这个人 他也是这个楚尼西亚后裔的背景 那他在德国里面也是有长久的居住 那他利用这个德国里面的自由活动的一个情形 那系统性的在里面去计划 那在柏林执行的这项12人死亡的攻击行动 那他德国警方情治单位 安全单位也是有掌握的这个人 但是现在柏林政府正在调查 为什么没有事实的去逮捕他 那这个人还有贩毒的前科 为什么没有事实去逮捕他 而让他执行的这项恐怖攻击 那梁跟曼这次的这个犯行的行径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那是不是德国的情治系统 英国的情治系统出现什么问题 那这个是或许可以追踪观察的一个地方 老师应该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 其实他的爸爸跟他的弟弟都知道 当然他弟弟跟他爸爸 现在目前都已经被逮捕了 在利比亚的部分 但是为什么既然可以掌握到这些脉络 那当然也不拖 就是说他跟恐怖组织背后的影响 但是现在目前似乎也是另外逮捕了亲民嫌犯 这背后的网络会不会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还有其他潜在的恐攻危机 这个一定的 一定会有很多让人惊奇的内幕会爆发出来 那可以确定的说 他不是一个人的单独行动 他是有后面的一个网络 一群人在支持他的 那这些人 英国警方必须给他按个赞 他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确实掌握了这些人 那现在在进行调查 那这个人里面 他在清真室的活动 那以及警方对他的长期的一个追踪 最后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那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 因为我们在抓犯人的时候 如果犯人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候 那是警察是不能够随意去逮捕他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反恐上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你监视到这个人 但是你不能够去逮捕他 因为他没有采取动作 那采取动作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已经发生遗憾了 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在反恐作业里面 必须要检讨一点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 预先居留制 预先去预防逮捕 这个恐怖攻击的一个嫌犯 那刚才讲的 从05年到13年这8年当中 他们已经在他们的扫荡 这个行动里面 已经防止了34项的攻击行动 那这个是他们还没有 准备要采取行动 那可以去从他们的住所里面 去事先的去把他们的一些枪支 炸弹 以及他们电脑里面的 这个恐怖计划行动 把它扣押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 实际上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那是防不胜防 有一句话说 敌在暗我在明 所有的一个安全防范措施 几乎都是公开的 那敌人知道你在这边防范的时候 他会去找漏洞 然后去攻击 那去采取攻击的时候 你是措手不及的 而且就像我们以前在看这个 类似的电影 是一样的 他们很有可能有所谓的backup plan 所以今天如果他就算被预先发现了 他可能还有第二个人会去执行这一项热 是没有错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曼特斯特 这个攻击行动里面 比较担心的一点 他是不是有一个网络的一个群体 在一起在预模策划 执行这项行动 或者是接下来更多更多的攻击行动 那这是英国安全单位最担心的一个地方 而包括欧洲甚至于全球还有台湾呢 恐怕也都要特别关心一下 这起事件的后续发展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节目继续讨论